断育子 不遇到 对于断育而言 自从离开了王羽燕之后 他便日夜欲寡欢 食不知味 饮水无味 意外的是 在他最为失忆的时刻 他的心上人竟然出现了 原来 那晚被神秘黑衣人攻击的纠摩智 并没有离开曼陀山庄 而是选择在附近的草丛中静养伤势 正巧 他遇到了在庄园中散步的王羽燕 纠摩智为了夺取狼狂欲动的秘籍 计划将他掳回膝下 不料 这时断育出现了 一场混战随即展开 断育激发了他的临薄微步 仅用几秒钟便追上了揪摩智 并以六脉神剑的中冲剑 仪式攻出 断育攻击 不遇到 但这招数有时发挥不稳 揪摩智没有给他再次施展的机会 一招便将断育击倒 幸运的是 关键时刻四大侍卫及时赶到 共同对抗揪摩智 而断育心中只想着王与烟 趁着揪摩智受到牵制 试图带他逃离 但终究未能如愿 王与烟仍被揪摩智带走 断育对王与烟的情深意切 使他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 他巧妙运用凌波微步 来到前往西夏的必经水陆码头 花仲金买下了一艘小船和船服装束 果然不久 揪摩智便现身 断育遮面骑船 船指和中心时 他早已暗中破坏了船底 当船开始漏水 断育抓住机会 拉着王与烟一跃入水 使得一只自信满满的揪摩智 措手不及 这才明白 又被断育这个狡猾之徒弃弄了 此刻的王与烟 内心的情感复杂难明 断育一言不发 纵身跃入水中 而揪摩智的舟船迅速沉没 两人不久便安全登岸 意外的是 揪摩智侥幸生还 靠着一块浮沫 被海浪推至岸边 苏醒之后 又恰逢断育等人 揪摩智怒不可遏 誓言要将断育碎尸万段 正当断育准备施展 六脉神剑之时 揪摩智却将王与烟作为人质 用以威胁 见断育对这位姑娘情深义重 揪摩智立刻以她的性命为要挟 逼迫断育 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谱及心法 断育面对轻语义的抉择 最终为了保护心爱的小方 毫不犹豫答应了揪摩智的条件 在乔峰探查自己的身世之际 首先想到的无疑是她的父母 怀着寻找亲生父母消息的希望 她返回家中 却惨遭打击 发现她的养父母已经惨死 在悲痛之余 乔峰也开始寻找杀手的线索 她注意到 尽管双亲的尸体仍然温热 但全身的经脉已被断断绝 明显是刚遇害不久 正当她调查时 几名少林死僧人突然出现 他们未经了解情况 便对乔峰进行无理的责骂 乔峰急忙为自己辩解 明确自己到达室 双亲已经遇害 然而 面前的僧人不仅不信 还在此恶言相笑 不骂乔峰是气淡的后裔 无异于禽兽 面对这些指控 乔峰坚持自己的尊严 迅速制服几位僧人 并带着养父母的遗体离开现场 她郑重地安葬了双亲 并发誓 必将为他们报仇 这里 与少五四这么近 那个凶手极有可能 会伤害我师父 决心寻找真相的乔峰 第一时间前往少林寺 直奔她师父玄苦大师的房间 但事与愿违 她到达之前 玄苦大师已因受到中击 惊恐中死在了乔峰的怀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乔峰感到茫然 但她知道自己 不能就此离开 她立刻打开房门 大声宣布 玄苦大师已圆寂 不到三分钟 方丈玄悲和其他僧人赶到现场 此时的玄悲方丈并不认识乔峰 等到她爆出性命 才恍然大悟 原来眼前的人正是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北乔峰 方丈 玄苦大师 是弟子的启蒙恩师 近日弟子埋葬跌量以后 就担心师父 也有可能遇害 所以赶到少林寺来看师父 谁只肯一见面 师父她的怨气 方丈透露 玄苦大师是在白天遭到偷袭 胸口遭受一记重长 这才是她怨气的直接原因 这说明在乔峰抵达之前 玄苦已经遭受重伤 这一事实 少林寺的其他僧人都已知情 正当众人怀疑乔峰是否被凶手知己 一名端药的小和尚走进房间 此刻他尚不知玄苦已经远近 然而 一见乔峰 他顿时惊慌失措 是他把师父打成这样的 是他 你说什么 你别不承认了 我认的是你 方丈再次询问小和尚轻松 以确认他是否看错的人 但轻松坚定地认为 眼前的乔峰即是凶手 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众僧人立刻起身 欲为玄苦报仇 乔峰无法自辩 指的出手熄灭灯光 在暗中逃离现场 然而 他并未远离 决定留在少林寺中调查真相 起料却目睹了一幕 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 这是一场激烈而又诡异的夜晚 乔峰深夜潜入少林寺 原本只为探查师兄 玄苦致死的真相 然而 意外总是接踵而知 就在他隐匿于幽暗的菩提院时 目睹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盗窃 一种僧侣奉命守护一部珍贵的佛经 众人正严真以待 一名貌不惊人的小和尚 却以上厕所为借口 悄无声息地制服了几位同伴 这名小和尚的目的并非逃离 而是锁定了藏匿于暗柜中的珍贵经书 就在他手握经书 准备溜至大吉之际 远处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他乃至无处可逃 只好匆忙寻找藏身之所 紧张之中 他意外与同样藏身的乔峰 不期而遇 乔峰及时制止了他的动作 示意他保持安静 下在此时 方丈玄慈和众僧人赶到 迅速解救了被制的僧饼 并追问内奸的下落 此时的乔峰已经忙了 为什么身边的人和续青一模一样 玄慈大师面对眼前的一幕颇感差异 尤其是当他发现身边的小和尚续青 与刚才的小和尚神态如出一折时 更是一斗从生 他决定不张声势 令其他僧人撤离 只留下自己的弟子继续观察 两人坐在同景前 玄慈大师利用镜子的反射 巧妙地观察四周 就在此时 乔峰好奇地探头一看 不料自己的身影 正好映入玄慈的眼帘 在刚开始的冲突中 玄慈先是被乔峰一掌轻轻震开 乔峰本无以身陷战斗 只想带着身边的和尚迅速离开 追查世界的真相 然而 玄慈不肯轻易放手 他施展出强大的大金刚掌法 力大无穷地击碎了佛像 紧接着与乔峰展开了激烈的晋升 玄慈身肉搏 乔峰心中并无战意 只希望尽快脱身 但玄慈的突然加入 迫使他不得不用龙招手招架 玄慈的掌力猛烈 连屏风也被打得粉碎 连续的攻击让乔峰陷入苦战 玄慈见玄慈不敌 便再度施展大金刚掌与乔峰对决 两人的掌力激烈碰撞 煞时同性碎片四箭 不慎伤及旁观的小和尚 健壮 乔峰心急如焚 为了救治小和尚 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将玄慈击退 急忙带着重伤的小和尚 撤离战场 可玄慈意犹未尽 紧追不舍 此时的乔峰面对死缠烂打 只得施展出绝技 抗龙有毁 一招之下 整个菩提院镇的瓦砾遍地 玄慈终于无力再战 乔峰这才有机会 试图从重伤的和尚口中 询问真相 却发现他已伤重难治 他无意间触碰到了 一样柔软的物体 瞬间意识到 眼前之人竟是女子身 当揭开他的巧妙的伪装 惊讶地发现 这个装扮成小和尚的 竟是阿珠